陳先生坐在腳踏車上 重現當天衝突過程 還和嘉義縣議員 江志明及當地里長 明代等十多人 一起到大陵火車站 套公道 在月台上原本就不可以騎車 這個是正常的 他有在騎車嗎 當事和協助的戰務員 一再重申 火車站內和月台 就是不能騎腳踏車 但對方聲量一度越來越大 原來七日下午 這名女性戰務員 在大陵火車站二樓電梯旁 制止民眾騎腳踏車 行進車站大廳 與這名男子發生爭執 還被對方揮打到右手 施罰後 當事戰務員的求助 簡訊也曝光 詢問公會 若監視器畫面有拍到事發過程 提告傷害能成功嗎 也說抱歉 又被打了 原來這不是第一次 前後已經被毆打 攻擊和恐嚇三次 對此網友大多認為動手打人 就是不對 有議員臉書留言 是非不分 還幫助施暴者好大的官威 做錯事還那麼囂張 陸批議員帶頭鬧場 還算是在反向操作嗎 版面應該是第一次有這麼多流量 而臺鐵回應 除了增加見警率 會邪請警方偵辦追查部法 對當事同仁也會持續關懷照護 而張五元已經做完筆錄 若要提出傷害告訴公司 會提供法務協助 風波持續延燒 民進黨中央也表示 對於江志明議員脫序不當言行 予以嚴厲譴責 將以送評委會議處 也呼籲他應該即刻向戰務員道歉 江志明13日夜間則透過臉書表示 公卿辯事主 萬般無奈 強調是希望協助雙方好好溝通 沒有必道歉 也為過程中讓任何人不越表達歉意 華視新聞 週科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